我现在穿着这个都是有两个色,我穿着这个是黑,手拿着这个是橫色,或者是米色,米黄色 我现在这个是黑,我们计算手袖,三身的对比度同样地都是做得比较明显的 我配衬了灰色,这个配衬了黑色,大家的三脚部份是相同的 这个是有皱纹的一个植纹衫布料,这个扭是假的,不能够打开的 是一个摔衫布的质地,而且它是有些泡泡的暗纹的,就不是完全纯色的 不是纯滑的摔衫布料,它是有暗纹的,所以可以做回对比度再强烈一点 因为它除了是一个拼式设计之外,它也是玩一个好像延伸的背心 其实不说是否不说,它薄位的部分连接了,不只是拼布加,不只是拼布,是做得很仔细的 这个是on top加上去的,又有一个好像腰带这样少少吊住 这颗楼都是假的,钉上去的,这一排都是不能够打开的 但是它那个造工都做得很仔细,因为在它蓋的那个交叠位置都做得很像真 那手袖就大约到7分左右的,如果你说下身简单一点的,有一个AI群都有一个相当不错的 如果就层次高阶一点的,可以好像参考一下我刚才这样称一个牛仔背心 是的,我现在再展示多一次给大家看,因为始终都是分开两条片 好,如果你说上高阶一点的,也可以参考一下,再堆叠多一个层次 或者玩多一些类型 是的,那个Style都是做得挺漂亮的 如果你说不是,这样简单就OK的,都已经是很出众的一个状态 我特意衬一条浅色的AI裙,特意衬,因为这个我自己都很喜欢衍生下去 除了黑色一定稳定之外,大家都可以参考一下 因为这个三脚位,它是浅色,是的,它是浅色 所以我就想将这个浅色延续下去 这个我就会换副款给大家看的,我就各自衬了两边的鞋 如果这样看,其实我觉得这一边,是,是,是,这一边漂亮一点的 这一边衬一点的,大家也可以留意一下 是的,再说,这个是假两件的,是的,整个款的层次都玩得很突出的一个效果 那你会见到前幅呢,都是有延长 那它真的跟回,跟回书三部的cutting去做 是的,还有一个小小开叉 那整个款的卖点都是做得很仔细,层次层次层次 是的,那这个都是简单的,都是二层,就是裙子 是的,我待会试了褲给大家看 在一起 谢谢观看 这个就简单了 这个就最初家一定没问题的 我就摺起了一个裤子 因为我现在没有穿襪 所以可能就会夸张了 这样摺一下就漂亮的风格 这个就最基本最基本的一个 承受到的状态 这个就不建议摄衣服了 因为摄了就没了裤子 所以就这样放出来 就做直脚裤的风格 就用了少少明线的highlight就已经好看 简单了 简单趁身试鞋就已经非常之舒服 布料都是有弹性的 我这个是米黄色 非常之舒服的一个双面料 薄身的质地 后腹 后腹都ok 也是透一点的 不过前腹头就ok了 都不需要太care这个状态 这都是这个on top加上去的一个layer效果 在薄位的位置就车死了 所以这些位置都很巩固的 已经有一个布料上的对比 纹路上的对比 都是拿得很漂亮的一个层次线条